文化台北真的不是只是说说而已 一开口就痛批 权益内湖金融隧道口的 权越纪家族古木 发现招人破坏 不仅举人旗干被推倒在地 古木周围更是荒废已久 柯市长在选举的时候说 这个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 那时候我们大家对他抱以高度的期待 但是上任以后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已经好几次的案件看到 对于文化资产的保存 他的态度完全是不闻不问 拿着一张张照片指证丽丽 明明早被列为追踪文化资产 大会审议却一言再言 痛批根本明显怠惰 姚文志把矛头对准台北市长柯文哲 立拼保护台北文化资产 另一边为了拼能为民进党出现 争战台北市长 竞选团队同样也加紧脚步逐渐成型 找来阮昭雄担任竞选执行总干事 我们另外一头羊已经出现了 就是苏贞昌院长 然后台北市身为国家的首都 我们觉得我们绝对不能确战 所以另外一只领头羊 我觉得我们本党必须一定要提名 台北的民意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 民进党不应该再对 跟柯市长的结盟或者礼让有所期待 所以民主进步党应该要提名 自己的候选人 我想这是非常确定的 也是基层里面非常强烈的意见 喊话在喊话 毕竟新北确定由苏贞昌出战 身为双北领头羊 台北市这一役进入关键时刻 姚文志脚步不敢停 积极争取党中央提名 欢迎讯闻罗宇翔 林志鹏 吕嘉恒 台北报道 没问题 阻 rico 点 现